消費電子展強調智能與創新 以因應未來的社會需求 今年新增數位醫療類別 由花蓮慈苑研發的智慧藥箱 首度以慈悲醫療產品參展 人口老化的現象不是只有在台灣 事實上在美國我們有很多老人院 老人公寓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發明 都會很有興趣 智慧藥箱 結合藥箱和物聯網技術 只要插入健保卡 並且透過視訊確認病人身份就可以啟動 連續兩年獲得台灣國家新創獎的肯定 智慧藥箱是依照上人希望能夠解決 我們偏鄉病人就醫的不便性 還有用藥的不安全的問題 所以跟國家研究院一起合作 這一個創新的智慧藥箱 今年非常感謝慈濟 跟我們一起來合作參加這個展覽 精準健康裡面實際的智慧藥箱 也是我們得獎的一個產品 非常感謝所有的團隊來這邊 我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一個收穫 科技來自於人性 人本醫療的創新產品更顯大愛 戴新聞朴岩信 錢美珍美國報導 未經典福祥